我们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中 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 终于成功的种植了农作物 我们种的有黑麦 还有枸杞 还有白萝卜 这个黑麦已经成熟了 除了一个黑麦之外 还给了三个种子 再把它种上去 种的时候需要打开这个能量塔 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 等它全部都成熟了之后 我们估计要搬家了 本来我们这一期就准备要搬家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们只要搬家就要探土 探土的话就会遇到很多史前巨兽 所以我们再进入铁器时代 并且有了铁制武器之后 我们再去搬家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要目标呢 就是进入铁器时代 我们先出去看一下 这个鱼网有没有捕到鱼 我们把这个鱼网换了一个位置啊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可以捕到鱼的 没有任何的疏漏啊 怎么还是一条鱼都没有 算了去了嘛 我感觉这边这个河 可能是位置不太好啊 一条小河流没有多少鱼 我们搬家之后 我们换一个大点的河流 拉巴把我们烧制的木炭给它取出来 有了木炭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学习断铁技术了 像这个制图台 我们现在已经清车熟路了啊 提交一个木炭 还有一个铁 木炭和铁我们现在都有啊 可以提交一下 然后呢我们需要研究一下这个论文 研究论文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笔和纸 笔我们还有啊 放一个石头压里边 咱们就可以研究论文了 这个东西还是老规矩啊 香香乐嘛 特别的简单 好的 我们的铁定论文已经研究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给它提交一下物品啊 看一下它需要什么东西 首先呢需要一些砂质砖 还有这个风箱 砂质砖的话比较好做啊 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家里边有做好的砂质砖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窑坑里边烧一下就好了 烧窑三部曲 干草木头再加打火石 把它点着 咱们就等待一会就好了 这打火石用掉吧 我们马上就要步入铁锡时代了 之后我们可以做很多打火石啊 这边还有我们做了一个陶窑 好了 砂质砖已经烧好了啊 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我们放在这个研究台里边 给它研究一下 放在这边 然后点一下这个放大镜就可以研究了 研究好之后 现在的进度已经来到了75% 还需要研究一个风箱啊 看一下这个风箱怎么做 哦 木板还有 这个木板是防腐木板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只需要用到木板还有皮革 只不过是需要这个防腐木板 防腐木板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杂粪油桶 这个东西也比较麻烦啊 不过也不算特别麻烦 我们首先要做些沙浆啊 上一期我们做了一个木桶 我们可以打水放在这个木桶里边 加了水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生石灰放进去 这样的话 它就会变成石灰水 变成石灰水之后呢 咱们再用些沙子把它放进去 给它搅拌一下 它就会变成沙浆 这个沙浆呢 是我们做这个 那叫什么东西来着 反正是一个必备材料啊 我们现在来产些沙子 好的 搞到了十个沙子啊 应该差不多了 那趁现在的话 我们再来砍一些树吧 之后我们还需要用到 大量的木头来制作这个木堆 用木堆呢 我们才可以获得这个杂粪油 我们最起码需要用到 接近一组的木头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有这个铜斧啊 看木头直接就是连锁采集 还是特别方便的啊 好 斧头爆掉了啊 看一下有多少原木 53个啊 肯定是够了 好 我们回家 现在这个铜里边的水 应该已经变成了石灰水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沙子放进去搅拌一下 它就会变成沙浆 好的 兄弟们 来了来了 哦 16个沙浆 我们有了沙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用来合成这个 沙制砖块 好的 完成了一个任务啊 获得了一个仙海牛排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古风口 这个也特别简单啊 我们来做一下 中间还需要一个铜板 我记得我们家里边应该是有的啊 好的 把这个铜板放在中间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古风口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之后锻造铁的必要材料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步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杂粪油漏斗了 合成也是特别简单的 哎呦 不过我们的沙制砖不够了啊 我们还需要出去产些沙子 来做一些沙制砖 好的 我们再来合成些沙制砖 多合成些啊 然后再把它放在这个窑洞里边 给它烧一下就好了 OK 七个沙制砖 然后中间放一个水桶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 这叫什么来着啊 杂粪油漏斗啊 然后最后一步 我们要提炼这个杂粪油 提炼杂粪油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二乘二的空间啊 然后最底部 这边放一个杂粪油漏斗 然后呢 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圆木堆啊 一共做四个 做圆木堆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圆木堆点着 这个杂粪油 就会吸收到这个漏斗里边 好的 点着火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 静静的等待一会就好了 终于好了 兄弟们 这个杂粪油提炼了很长时间啊 把上面的木堆堆给它拆开 然后下边呢 就会有杂粪油 我们用这个水桶 就可以把这个杂粪油 给它接出来 一共应该可以接好几瓶啊 我们把这个杂粪油 放在这个桶里边 看一下还能不能再接啊 再接一点 好 还可以再接啊 那我们多加几桶 加入了杂粪油之后呢 我们把木板放上去 然后让这个杂粪油渗透到木板里边 它就会变成这个防腐木板 哎呦 兄弟们 真的复杂呀 玩原版我的世界 我们做一个铁钉 只需要挖到 然后烧一下就可以了 而在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最起码需要一个小时来做这个铁钉 来了来了 兄弟们 防腐木板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防腐木板 看一下应该怎么做啊 又忘了啊 需要四个防腐木板 还需要两个防腐半砖 还有三个皮革 哎 很简单 我们先来把这个木板敲成半砖 OK 现在就可以做了 皮革的话 我们家里边应该是有很多的啊 有三个皮革 中间放三个皮革 我们就得到了风箱 我们现在终于迈入了铁器时代 来 把这个东西提交一下啊 放在这个研究台里边 来来来 给你给你 哎 好的 来应道 兄弟们 嘿嘿 终于完成了铁器时代 很不容易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起来还需要做什么啊 我们现在只差最后一个东西 吹炼炉 我们来分解一些青铜板 我们把这个青铜板放出去给它砸一下 一共需要四个青铜板 也就是说需要八个青铜 这样摆放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获得了这个吹炼炉 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烧制铁钉了 看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摆放啊 按住W可以思索一下 一个吹炼炉 然后上 上面还有一个古风箱啊 但是还需要三个这个砖头 我们这砖头好像只有一个 那么应该还需要做一些砖头 砂制砖块啊 是这个东西 材料也够啊 我们来多做一些 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够了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摆放这个吹铁炉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里边这个空间 好像有点小呀 摆到这边 我感觉这边好像摆不下 不行不行 兄弟们 这边绝对摆不下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行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种植基地 还有没有地方 哎呦 我感觉我们现在这个窝居 真是太小了 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啊 根本放不下 这边的话也放不下呀 要不然我们搬家吧 兄弟们 我们搬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边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吹炼炉给它放下来 对吧 行兄弟们 就这样决定了啊 我们先搬家 刚好现在外边也没有暴风雪啊 我们可以出去跑一下图